hello 大家好 我是Beggy 我的梦想就看到你咯 点赞 我是麦然琪琪 看影片咯 那么上一次呢 你看到我的上一个video 我做了这个design给大家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要做 水草钢的设计 要怎样设计 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骨架 我们的骨架呢 已经是完美了的 OK 完美 你看 有石头 有木头 可以看得出它的样子呢 已经是非常好看 来 我们来比对一下这张照片 我们完全的比对一下 有没有一模一样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如果今天 你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 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设计帮到你 为什么 你们直接把这个设计买回家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不讲设计 我们讲的是如何去弄水草 OK 首先 我这一次呢 所用的东西全部都是ADA 不要讲说ADA很贵 ADA贵到来 我们所谓纸粉 首先 第一个东西 我们要放的就是这个 三个 开钢堡 开钢堡 也就是 Super Clear Bacterial 100 Tosaline BC 有没有 这三种 这三种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菌粉 OK 这菌粉呢 一定要放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加上这个 Power Scent At Once OK 我比较喜欢用At Once 为什么 因为At One里面哦 它还有那个 Super Clear Bacter 100更多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的钢堡 成立的会更快 再来的话呢 哇 这个很重 这个 我们就会用这个 Amazonia OK 这一次呢 我还会继续用回Amazonia 为什么我会用Amazonia 因为我要中Monte Carlo 在里面 OK 这是你们所谓的帕地矮珍珠 这次呢 我要中Monte Carlo 在这里 所以我就用 ADA的Amazonia OK 首先 我们今天要来开钢啦 OK 这一次啊 我们都打开全新的 ADA来加入这个菌粉 OK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BETA 100 WOW 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搬一汤匙 我们撒落在这一边 就是这样子撒 这样子 帮你拼 就是这样子撒满它 WOW 拼 这是到Smaline BC 这个呢 就会让我们的水 比较快速清澈 也是我们的矿物质 来 继续撒 其实不用担心哪一个先放 因为哪一个先放都是一样的 因为加水啊 过后它就是mix在一起了 OK 最后一个了啦 这个也不用放太多 这个就是它们的Carbon 停 在香烈台干堡放完的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放我们的Power Sand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已经弄好了 我们的那个菌粉 我们放在底部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加我们Power Sand了啦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Power Sand 也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石头啦 为什么我们要放Power Sand 在我们的泥土里面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Power Sand 可以帮助那个水流通下去 也就是说不会死水的问题 很多人不懂 它没有放Power Sand 它让它的鱼缸里面呢 有死水的问题的时候 导致到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导致到下面的根腹烂掉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不要有这个问题 我们一定要加Power Sand 如果今天你的缸 只是打算说用一两个月而已 就是用不到两年 OK 你就不用放Power Sand 如果你想要用更久 那我告诉你 Power Sand是必定要的东西 那你就加在后面这一个地方 就像我这样 加一点点下去 加一点点 前面呢 也可以加进去 来看前面 前面这边呢 也可以加进去哦 就是这样子夹 我们就把它铺 在那个最底部这一点 好 就是这样子 好了 行 如果你们为了避免哦 前面不要给人家看到你的Power Sand 你就把它往里面推积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旁边就不会看到Power Sand咯 这个是个小CAP 我就要教大家一下 如果没有放Power Sand会怎样吗 也不会怎样 就是你的缸呢 就在两年里面你就要反缸 我个人比较喜欢放Power Sand 因为我很懒惰 我一个设计我就做了 就半年一年两年以上的了 OK 行 弄好的股价呢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下泥土了 那么下泥土 我告诉你们不要省钱 就赶赶的夹下去 就像我这样子 哇 赶赶的夹到 哇 停 赶赶给它倒下去 就像是这样子 很好 OK 我们暂停一下 我们把它倒完的过后呢 我们稍微要把它 适当的移动一下 因为我们要扫一下 那个设计呢 有没有对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来 给它调整一下 我们的泥土的分量 看足不足够 因为我们现在把那个泥土 给盖掉我的设计了 来我们把它调一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scrap出来 看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我们要的设计 我们泥土已经加完了 你看一下它完美吗 它完美吗 它已经大致上呢 基本上已经是完美的现象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选了几款水草 那我要选什么水草呢 这一次 你看我们这里呢 有我们的水水 OK 那么这一次呢 我选的水草之所为 我们选的就是这个 Monte Carlo OK 来看一下我们的Monte Carlo 这就是我们的Monte Carlo 有没有 很漂亮 来我们给你看我们包装里面的Monte Carlo 这是包装里面呢 就是拿出来 这拿出来也是一样可以用的 OK 这样我们呢 就选了Monte Carlo 再来呢 它后面嘛 我们需要选高的水草 那我要选什么水草呢 我这次会选这个 Luviga Super Red OK Luviga Super Red 这一种水草呢 它是会红的 OK 它是会这样红的 OK 现在长得不够红 不过没有关系 它过后它会红 OK 我会选这个水草 再来呢 我还要选什么 我会选这个Rothara Red 我蛮喜欢这个Rothara Red 因为我觉得它也会红的 OK 不过哦 大家要记得哦 水草红不红哦 是要靠什么 靠灯 靠CO度 还有你们死的肥 不一定你现在买回去 它不红哦 你看 现在Rothara Red 你买回去是这样子 绿绿的 OK 它以后会长成这个样子 哎呦 我手忙哦 等下我放一个东西先 OK 它是Rothara Red 它是这样子的 看到它颜色不一样吗 不过没有关系 这后续呢 你换水啊 你养它 你放CO度 放Iron 全部它就会红了 OK 那这次我就就是 尽量的把我的这个肛呢 搞成红红的 它是要红晕当头这样 OK 我去我的小助理帮我弄 你看 它就是一颗颗的把它种下去 就是这样子一颗颗的把它种下去 我们等一下来看它的成品 昨天我们的缸呢 已经set好了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filter 然后 Flua的水草灯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的水草缸已经完美 OK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看我未来的日子会长成怎么样 好啦 或不多说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和分享 那么下次呢 有更多东西再跟大家分享咯 掰